柯文哲主席在禮拜一的清晨 从台北地检署走出来以后 有非常多的国际媒体主动跟柯文哲主席联系 希望能够采访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主席在他本来既定忙碌的工作时程当中 他有安排出时间接受了日经亚洲的采访 其实这反映出来了 有非常多国际的友人以及国际的媒体 他们主动的关心关怀柯文哲主席的状况 那也希望能够得到柯文哲主席他现身第一手的采访 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也只能先安排了日经亚洲的采访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柯文哲主席又进去了 祝福 作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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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悦民 祝福 所有資料都比作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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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来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